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的单身精英之夜 也是APV上线前的一个小预热 这次我们会和金球俱乐部一起合作 找一百位单身男女 现场配对交友 而且这次的活动整体策划 也是由金董的意思 找了最专业的策展公司 我们在现场盯着场取水晶 结束之后 每个人写一份心得 积累一下经验 这次活动的主持人 是我们钱晶晶小姐 大家积极配合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次活动 公司有内部报名通道 在场所有的单身人士 都可以参与进来 帅哥报名吧 行了 那大家准备吧 散会 好 亲爱的 嗯 即点下班 今晚去你那儿了 你家张浩呢 不查岗了 别提了 他最近天天加班 我都无聊死了 我现在急需一个闺蜜的吐槽之夜 行 叫上多喜一起吧 好啊 上菜喽 来来来 快快快吃 饿死了 怎么又是吃火锅 你就没有点别的花呀 火锅最省事儿 我爱吃拉倒 哎 喝口生气波波我就满足了 今天多亏你俩救了我 我那个室友他又带男朋友回家了 两个人在客厅庞如无人就开始逆问 吃狗粮都吃撑了 姐姐你 你别光羡慕人家呀 你的母胎搜了二十多年了 是不是也应该努力一下啊 手机不好玩还是哥哥不够帅啊 小姨妈都还单着呢 我赚什么钱啊 真是如此不可教掩呀 你呢 这个Licia Flag三个月要脱单的人 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怎么我谈恋爱 你比我还着急呀 放心啊 明天活动全是精英 优秀男人一抓一大把 没有许妮远 我也不愁找不着男朋友 外面的男人是很多 但适合你的真的不多 明天的单身精英之夜 让你们见识一下 现在的相亲市场 优质的女人和优质的男人 是多么的比丽失调 到时候你就知道 就许妮远这样的极品男人 是有多么难得了 好嘞 晶晶小姐 小姨妈 你和晶晶姐是怎么成为朋友的 怎么看你俩都不像会有交情的样子 我们晶晶姐 当年可不是这样的 你不许胡说 姐姐我可是一直都是这样的仙女 仙女 仙女 来吧 是吧 熟了应该 哇 对 吃点绿的 来来来 快吃 快吃 坐 看 车总 下午好玩 嗯 还在睡觉啊 没有 我在忙 有事常好短说 忙着几床啊 嗯 看看手机屏幕 你连个面对面沟通的机会 都不给吗 要没什么事 我就先挂了 别别别 有事 有事 正事 正事 我刚才给你看了一下 各位精英男士的资料呀 都不太喜欢你这款的 不过没事 咱们今天啊 就把那个 你爸总的旗帜 稍微收一收 多多展现一些 你甜美的笑容 我有自己的风格 不用你教 好的 等会儿一起走呗 我接你 不用 你别迟到就行了 不错 表情生动 快点 我快点起来啦 都几点了 快点都在一口 我心目中都打忘 先让我给你们两个小白科普一下 相亲的 穿搭手则 好好好 晚上主要是工作啊 现在你的恋爱和工作 已经紧紧连在一起了 恋爱栏目不实现了啊 相亲穿什么 是一门学问 绝对比面试着装还要讲究 百分之九十的相亲 都死在见面前三秒 不要过分性感 让人觉得 你想征服全天下的男人 也不要过分隆重 让人觉得 你很久都没有得体的约会 温柔大方有内涵 才是约会成功的要义 适当显示身材的曲线 但要不要 不予暴露 低调温柔 有女人外 小姨妈 不然你穿这个吧 这个好好看啊 你三秒都装不来 你到底还想不想找男朋友 完成KPI了 行 那就听我的 小姨妈 你就听津津姐的吧 她可是这方面的权威呢 好吧 给您花 谢谢 谢谢 津津姐 有什么恋爱经验 可以分享一下吗 首先呢 一定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两个人相处呢 往往要彼此尊重 好 赵总 来啦 活动流程 看我打电话还是有用的嘛 这么一打扮 很迷人 这是今天的工作服 看我支持怎么样 一般 看来我不用担心 你担心吗 担心什么 担心没人看得上你 担心你自己吧 现场每位嘉宾都会有一只玫瑰花送给心音的对象 你觉得你能拿几只 一定比你多 这么自信呀 那这样吧 你要是赢了 我心甘情愿为你安前马后 你要是输了 不会输的 漂亮 来 给你戴上 好 比赛正式开始 您好 你怎么做